在太阳直射北回归线54天后的这个清晨 我们的主人公莉莉悄悄地起了床 精心地给皮肤补了水 又用裸色口红点了下最满意的唇 然后她 老公每天醒来都更加确信自己爱对了人 一天之计在于美人心计 看着莉莉的朋友圈 刚怀上二胎的咱们儿没忍住 吓淡了好友安丽的口红 三儿三岁的儿子没忍住 在妈妈兔子上画了幅彩虹图 儿子的爸爸没忍住 把彩虹图印在了网店T恤上 结果居然大卖 送你个钻石 看世上本没有家 为咱努力的人多了也偏有了家 走出舒适圈 先要睡着游泳圈 走出舒适圈 被这句话安利到的欧阳海涛已经在九九六温水中变胖了三十二斤 他决定让自己跑起来 三百三十天后 欧阳跑出了全新的自己 然后鼓起勇气来到女神面前 他不适合你 他把这个宅男逆袭的故事安理给所有人 想飞的话猪也能上天 画面中的这位猪师傅在不惑之年 被安利了人生第一个灵感 转型制作热气球蛋糕 竟成了网红打卡爆款 阿豪被美味的蛋糕安利 他想起了妈妈的味道 和他小时候曾有过的音乐梦 却因为翘班买蛋糕 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时 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一扇窗 加油 一扇窗 加油九二 一扇窗 加油九五 一扇窗 加油牛白 加油小伙 加油 哎师傅 加油 加油 这是你写的吗 终于被安利一万次加油后 阿豪登上了舞台 所有的我 第一次Live House演唱会 全场爆满 他的音乐 点燃了很多人 重拾梦想的热情 聊动初恋的心弦 带来复活的勇气 也改变了自己的未来 下部电影的主题歌找到了 为阿豪歌声倾倒的利益 完全没想到 这一切其实都燃于某天早上 他的那次安利 谁安利过你 你又安利过谁 安利一下 美好发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